10月17日凌晨 有山城之称的重庆 大批出租车聚集堵路抗议 在深夜里引起不小的震动 事件起源于一位出租车司机被杀 而当局的处理方式引起争议 下面请看 微视频赵培的分析 大家好 10月16号晚上11点40分 在重庆两路口363公交车站附近 一名出租车司机是与乘客 因为两元钱的车费发生了争论 结果乘客是掏出随身带的水果刀 将出租车司机捅伤后逃跑了 案发现场距离最近的交寻警平台 仅仅800米 但是公安一直拖了40分钟才到达现场 比从医院赶来的救护车都慢 警察到达现场之后 首先是不准百姓照相 并对一名照相的群众是暴力相向 网友在微博中说 被杀师傅因抢救延误当场死亡 活着报警 活活等死 警察的行为引发了其他出租车司机的气氛 凌晨1点钟 出租车司机开始聚集起来封路 2点钟 整个事态达到了高潮 我们从现场这张图片可以看出 黄黄的出租车是堵了一马路 重庆警察的对策是谁敢堵路 一律开发单 重庆的报纸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说 狱中警察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到现场 组织抢救伤者 同时调查走访 缉拿罪犯 报道中对出租车司机气氛封路意识 一句也不提 这是因为中共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十分敏感 当地的一把手需要承担责任 在启通市委书记被扒光之后 南通的市委书记是被传唤到北京问话 启通市委书记随后也被敏制了 在薄熙来被敏制之后 张德江接手了重庆 他要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是张德江的表现确实不好 四月份重庆万圣区出现万人抗暴 六月份重庆市双桥区万人堵路抗议 张德江的能力很成问题 好不容易他从周克华身上捞了一点政绩 但是还被网友质疑是假的 在十八大之前 张德江是把这次封路事件当作刑事案来处理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再一次持久的封路抗议 直接会影响张德江的仕途 所以他能瞒就瞒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